美妙的陶珠以及一大鞭照 替這個仙國殿開幕 今天第一名塑膠治療館 既凡傳統南道土 工藝團的價位 土來造的仙國殿 尤其土來造是一項很特別的藝術 所以很多土的家都來到現場 參加這次的獻匯 傳統南投桃公益史 這個傳習計畫的首起配合 我們在三個月了 將近三個月的這樣的一個演習 那今天我們特別來辦理這樣的一個成果發併 希望就是能夠藉由這樣的一個傳習的 這樣的一個傳承 然後把這樣的一個技法 藉由更多的老師來演習 把它流傳下來 然後能夠去把它更光大 這個價位是南投桃公益的學會 我們就要發展南投桃 將傳統的工藝技巧 繼續團成下去 所申請的 要用三年的時間 一步一步將南投桃 讓更多人知道 那這個計畫呢 我們是從四月份 今年的103年四月份到六月份 這有21天 每週兩天上課 每天上課六個小時 一共126個小時 那這些成員呢 我們是臨選了10位 就是我們從會員裡面選10個出來 然後這些人呢 都必須具有拉胚的經驗 然後對傳統工藝呢 有很濃厚的興趣的這些會員 現場還請到詹姊姊老師 來是環圖來走 要讓大家知道 原來拉胚可以不用擁擠去 用手就可以做出很漂亮的作品 南投也是一個三地的大館 所以現場也設了大室 要讓大家拼擠 在這個寿卡住大館裡面 有這處參與各位 都會加的作品 歡迎民眾成龍參觀 用頭來造這個機殼 所做出來的作品 記者五月麥 彩鳳報道